Hello 大家好 我沙淳 有人借色 甚至为此去出家 有人则害怕自己不够色 偷偷定下目标 一定要和一百个男性进行国际友好交流 但最后借色的人开启了后宫 好色的人成为了后宫中的一员 玩上了一对一 还是那句话 汗得汗死 落得落死 今天给大家带来番剧 妙不可言 男主赤神明光出生于好色世家 他的父亲更是崇尚 多多益善 一不如二 二不如恩 恋人要越多越好 于是父亲开始在全国各地和女生们相亲相爱 小时候的男主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长大后他才明白 这他妈不就是色批吗 而作为色批之子的他 在外也是备受注目 男主不愿承受世人异样的眼光 于是他决定 此生绝不沾染女色 而就在这天晚上 他遇到了一个紫毛 就在对视的那一秒 男主心下一惊 坏了 我成我爸了 一见钟情的相遇 激活了男主饥渴的心 他对女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 从前的我嗤之以鼻 现在的我举杯就提 男主随心所欲的放纵了一阵子 但清醒过后 他觉得这样不行 他不能被世俗的杂念侵染 于是他直接递交了休学申请 他要出家 戒色 男主在叔叔的介绍下来到了三日月寺 但他没想到的是 他一见钟情的那个紫毛 就在这个寺里 除了紫毛 还有其他五颜六色的毛 男主的到来 搞得寺庙里鸡飞狗跳 折腾了一圈 他才知道 这里竟然是尼姑庵 好色家族 传承人出家来到了尼姑庵 听着像是婆类中的一环 随后男主还了解到 他的父亲在世界巡回恋爱的途中 才欠了三日月寺 两千万的欠款 众所谓负债子偿 男主当即决定 我留下当狗 请尽情的吩咐我 于是男主就留在了三日月寺 充当一个免费的劳动力 无限期的偿还 他父亲欠下的债务 男主在寺里还认识了其他人 除了紫毛外 还有紫毛的二妹黄毛 三妹小子 还有来此修行的外国大小姐金毛 和金毛的随从菊毛 紫毛当时很愿意男主回来当苦力 但其他人都很建议私里出现男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黄毛 他想揪住男主的错误 把男主赶走 他的计划是色诱男主 只要男主起反应 直接关门扔狗 就此分手 到了晚上黄毛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他趁着男主洗澡的功夫 来到了浴室 直接了当地脱了衣服 就等着男主对他发泄授欲 结果一个狡猾 不小心撞到了柜子 柜子顶上的纸盒掉了下来 男主怕砸到黄毛 飞升而出 呃姿势很尴尬 好 更尴尬了 子毛听见动静冲了进来 看到了这一幕 他麻了 当事人男主也麻了 只不过子毛只是停留在震惊阶段 男主则是连自己的下半生都想好了 是的警官 我自首 我被同居的女性偷看洗澡 他莫名的开始脱衣服 我一个闪失 夺走了他的吻 请判处我死刑 闻远点 再来算报假警 虽然黄毛对男主还是颇有微词 但还是同意让男主留下来 因为男主在当狗这方面实在是太有天赋了 厨艺很棒 四里清扫的也很到位 还可以处理寺院的账簿 及厨师保姆助理与医生 甚至在黄毛忘记带便当的时候 还特意跑到学校去给黄毛送便当 黄毛一看男主来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怕同学误会他和男主的关系 于是就把男主拖去了保健室 正好这时候 他的朋友叫他去上体育课 情急之下 黄毛只好把男主藏在了被子里 男主在里面藏的不舒服 便慢慢的往上蹭 俗话说的好 男人说的蹭蹭不进去 多半是骗局 男主就这样蹭进了黄毛的衣服里 黄毛一害羞身手 就抱住了他的头 男主的口鼻被硕大包裹住 无法呼吸 被憋到极限的时候 男主不得不猛吸一口 吸得黄毛一阵颤抖 回到家后 黄毛才发现 男主那一口太重了 痕迹一整天都没消下去 好好好 我以为你只是单纯的呼吸 没想到你小子 在人家胸口种草莓 男主在寺里住了一段时间 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但最近他发现 紫毛好像有点不正常 不仅吃饭吃得很少 还每天都练习劈柴 寺里的代理住持 七夕姐告诉他 紫毛这是在修行 完成修行的 才算是正式的出家 三日月四本是紫毛家的 但紫毛的父母都没在 寺里没有住持 所以才找了西夕姐来帮忙 但西夕姐不能一直都住在寺里 所以紫毛想早点完成修行 三日月四西夕姐说了这么多 男主只抓住了一个重点 什么完成修行才算出家 要知道他堂堂色批之子 之所以住在尼古安里 还能保持理智 就是因为他以为 进了寺庙就算出家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我的男性功能尚在 此处地大物博 酒池肉林 后宫成群 那我之前疯狂压枪的那些时光 妈的杂念丛生 然后开启后宫的机会 已经错失了 男主来这里 本来也就是想戒色 干脆跟着紫毛一起修行 金毛听说后也要加入 说起这个金毛 就算是男主的同道中人 他也算是好色家族的后代 他也想排除杂念 就这样三人开始一起修行 而修行的第一步就是 纯洁 每个人必须保持 全身心的纯洁无瑕 就连内裤也一定是要白色 三人没能穿对颜色 于是只能真空 随后三人开始坐禅 要求身体和精神保持平稳 男主本来做得好好的 但在他两边的紫毛和金毛 总是因为坐姿不规 就被惩罚 他俩是身体受罪 男主是胯下很累 上一秒 我心无杂念 只身荒野 陷入万我境界 下一秒 左右双胖合璧 跌宕起伏 够我鼻血喷血 忙了一天 三人总算是把白天应付过去了 到了晚上 在西西姐的安排下 三人必须要睡在一起 紫毛和金毛难以接受 只有男主眼神坚定 一边拒绝 一边占据了中间位置 啊没发生什么事 睡得很素 经过几天的修行 男主和金毛相处得很愉快 这下橘毛看不下去了 他心里暗暗有了计划 在圣诞节这天 橘毛叫上所有人一起去泡温泉 他串通电源 把男主引去了女浴 进门之前 还给男主喝了加春药的水 这一波打的 就是要让男主身败名灭 五颜六色的毛们 脱完衣服来到了浴池 大家互相讨论身材 说着八卦 在墙上装束的男主 此时很害怕 他不知道是谁走错了浴池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逃出去 不过这一切都在橘毛的掌控之中 在橘毛的恶作剧下 男主暴露了全方位的暴露 他解释 这是个走错浴池的事故 事后女生们都回了寺庙 男主则是留下来继续平复 毕竟那杯药喝下去 很难不坚挺 橘毛见男主这样 还放肆勾引 为了保住清白 男主对自己痛下杀手 心无杂念 统计淡淡 橘毛见状也不斗他了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他是金毛的随从 而金毛则是 好色家族的大小姐 橘毛的任务 就是辅佐金毛成为 好色女王 在色批的领域 开阔僵土 在男人堆里放肆飞舞 他给金毛定的初期目标是 和100个男性 进行国际交流 金毛可以和男主纠缠 但不能只和男主纠缠 他可以玩男人 但不能动感情 橘毛认为男主 在在寺里待下去 金毛这边可能要有 发展纯爱的动势 这种苗头必须直接掐死 橘毛想要把男主赶出寺庙 所以才动了 此次御池事件 他还仅仅捏住了 男主的软肋 现在男主在寺庙里 属于是替付还债 而且最近寺庙要修缮 也需要一大笔费用 橘毛表示 只要男主离开寺庙 他就可以出所有的费用 简单来说就是 我出钱 你出去 男主思考了一下 还是拒绝了橘毛的提议 他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搞钱 男主想出去工作 没想到紫毛 也有同样的想法 而且连工作服都借回来了 嗯 就是说这个工作 他绿色吗 紫毛说 想去女服咖啡厅上班 最近找工作找得很累 他想让男主帮他按摩一下 男主很惊慌 完了 我什么都能拒绝 除了诱惑 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想被紫毛服侍的欲望 再来身体接触的话 他可能要把持不住 男主的手落在紫毛的腰上 顺势向上游走 到光滑的背 紧接着再对下半身进行拉伸 完了 全完了 腰臀印入眼帘 心里全是杂念 男主不得不在理性消失之前 加快手上的速度 外面的黄毛听到异样的声音 直接破门而入 举起手来 扫黄 好 一点没误会 就是正规的阿娜 正规到再按一会儿 紫毛可能就要死了 之后紫毛还是没让男主出去找工作 因为他认为继承三日月四 是他自己的心愿 不应该连累别人来帮他 但男主不这么想 我们住在一起 四手五入就等于是家人 所以请让我加入你的羁绊吧 看起来还是蛮感动的 但家人们都多余了 最终俩人谁也没找工作 而商量出来的办法就是 找吃主们施舍 好 好一个直接摆烂 好一个出门要饭 在番剧的最后 男主依旧留在三日月四里 过着充实且贫穷的生活 但是别急 还有一集番外 没什么主要内容 主打的就是一个卖肉 里面有各种play 魂穿 失身诱惑 捆绑 玩蜡烛的调校 光溜溜的画面 极其之多 切记不要在公共场所播放 这部番看下来 让我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已经很久没有看过 这么纯的传统福利后公番了 剧情上轻松 不用过脑子 其中还掺杂着一些无厘头的笑点 当个搞笑番看 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但本番中 男主的声音 也是劝退了很多人 顶着20岁的脸 发出40岁的声音 对于这个问题 我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13集看下来 我早就习惯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我 点亮小铃铛哦 爱你们